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步用火焰枪或烤箱的上火将蛋白霜烤至金黄色 这一过程就像是火焰在跳舞给人一种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辣味这个元素 你可能会问甜点里加辣这是什么操作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创新 辣味和甜味的结合可以激发出一种全新的味觉体验 这种搭配在现代料理中越来越受欢迎 因为它能够打破传统的味觉界限给人带来惊喜 想象一下当你咬下一口这个派 首先感受到的是柠檬的酸甜 随后辣味在舌尖上慢慢蔓延 这种层次感是不是很迷人 再来我们谈谈柠檬蛋白霜派的历史 这道甜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欧洲 特别是在法国和英国 当时柠檬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的水果 只有富人才能享用 而蛋白霜的制作则是一种技术活 需要精湛的打发技巧和对温度的精确控制 这道甜点的诞生 象征着那个时代对美食的极致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 有趣的是 这道甜点在美国也有一段特别的历史 据说美国的第一夫人 马莎、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妻子 非常喜爱这道甜点 并且经常在白宫的宴会上招待宾客 这使得柠檬蛋白霜派在美国迅速流行起来 成为了许多家庭聚会和节日庆典上的必备甜点 最后 我们来聊聊制作这道甜点的过程 制作火焰之舞 那位柠檬蛋白霜派需要一些耐心和技巧 但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首先 你需要制作一个酥脆的派皮 然后是酸甜适中的柠檬馅 最后是轻盈如云的蛋白霜 当你用火焰枪将蛋白霜烤制金黄色时 那种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总结来说 火焰之舞 那位柠檬蛋白霜派不仅仅是一道甜点 它更是一种艺术 一种历史的传承 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希望大家在品尝这道甜点时 能够感受到其中的美妙和乐趣 记住 生活就像这道甜点一样 需要一点点的创新和勇气 才能变得更加精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酸辣椒响 辣味橙子果冻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古老又新奇的美食创意 酸辣椒响 辣味橙子果冻 这道菜品听起来像是厨师在厨房里玩了一场化学实验 但其实它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首先 让我们从橙子开始说起 橙子这种水果 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在中国南方被栽培 橙子的酸甜口感和丰富的维生素C 使它成为古代贵族和平民百姓都喜爱的水果 古人甚至认为橙子有药用价值 可以治疗多种疾病 接下来是辣味 辣椒原产于美洲 直到哥文布发现新大陆后 辣椒才传入欧亚大陆 辣椒迅速在亚洲各地流行开来 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 成为了当地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辣味能够刺激味蕾 增加食欲 还有助于促进新陈淡泻 那么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这就像是音乐中的交响乐 酸甜的橙子和辛辣的辣椒 在口中交织出一场味觉的盛宴 这种创意料理 不仅仅是味觉上的挑战 更是一种文化的融合 有趣的是 这道菜品的灵感 可能来自于东南亚的某些传统美食 在泰国和越南等地 水果和辣椒的结合并不罕见 例如 泰国的青木瓜沙拉 Somtham 就常常会加入辣椒和酸橙汁 这种酸辣的口感让人一世难忘 当然 现代厨师们也不甘示弱 他们将这种传统的味觉组合 进一步创新 制作出辣味橙子果冻这样的分子料理 这种果冻 不仅保留了橙子的清新和辣椒的刺激 还通过果冻的质地 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 所以 当你品尝这道酸辣椒香 辣味橙子果冻时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正在参加一场跨越时空的味觉旅行 从古代中国的橙子园 到新大陆的辣椒田 再到现代厨房的创意实验室 每一口都是一段历史的缩影 最后 让我们一句幽默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课程 如果生活给了你橙子 不妨加点辣椒 做成果冻 来一场酸辣椒香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冰火交融 辣味薄荷冰淇淋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 冰火交融 辣味薄荷冰淇淋 这个听起来有点矛盾的甜点 实际上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和科学背景 首先 让我们从冰淇淋的历史说起 冰淇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 当时人们会将血和水果混合在一起 制作出早期的冰淇淋 后来 这种美味的甜点传到了欧洲 并在意大利和法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薄荷冰淇淋则是在19世纪才开始流行的 因为薄荷具有清凉的口感 能够在炎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清爽 那么 为什么要在冰淇淋中加入辣味呢 这就要说到辣椒的历史了 辣椒原产于中南美洲 16世纪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险家带回欧洲 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 辣椒中的辣味来自于一种叫做辣椒素 Capsaicin的化合物 这种物质能够刺激我们的痛绝神经 产生灼热感 现在 让我们把这两种看似不相容的元素 结合在一起 辣味薄荷冰淇淋的诞生 其实是一种创新的尝试 旨在挑战我们的味蕾 当你第一口吃下去时 冰淇淋的冷感会让你感到一阵清凉 随后 辣椒素的作用会让你的舌头感到一阵灼热 这种冰火交融的感觉 既矛盾又和谐 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奇妙 有趣的是 这种甜点还有一些科学依据 研究表明 辣椒素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增加热量消耗 而薄荷则有助于消化 并且具有抗菌作用 所以 吃一点辣味薄荷冰淇淋 不仅能够满足你的味蕾 还可能对你的健康有益 最后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 有一位厨师在一次烹饪比赛中 意外地将辣椒粉 撒进了薄荷冰淇淋中 当他发现这个错误时 已经来不及更改 只好硬着头皮 将这道甜点端上了评审桌 没想到 评审们对这种独特的口感赞不绝口 这道意外诞生的甜点 最终获得了比赛的冠军 所以 同学们 当你们下次在冰淇淋店 看到辣味薄荷冰淇淋时 不妨勇敢地尝试一下 谁知道呢 也许你会发现一种全新的美味体验 甚至激发出更多的创意灵感 毕竟 生活就像这道甜点 总是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畜牧起航 腊味香蕉奶昔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 听起来有点奇特 但绝对引人入胜的主题 畜牧起航 腊味香蕉奶昔 这个名字本身就像是一个谜题 让人不禁想问 香蕉奶昔 怎么会和腊味扯上关系呢 首先 我们来看看香蕉奶昔的历史 香蕉奶昔 这种甜美的饮品 最早可以追溯到 20世纪初的美国 当时 奶昔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饮料 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 香蕉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水果 自然成为了奶昔的理想搭配 香蕉奶昔的诞生 无疑是人类饮食史上的一大创举 然而 当我们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 加入腊味时 事情就变得有趣了 腊味和香蕉奶昔的结合 听起来像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世界 碰撞在一起 这种创新的组合 可能源自于现代人 对于新奇口味的不懈追求 毕竟 生活中总需要一些刺激来打破单调 那么 腊味香蕉奶昔 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这样的 在某个炎热的夏天 一位厨师在准备香蕉奶昔时 不小心把一瓶辣椒粉打翻了 当他意识到这个错误时 奶昔已经被辣椒粉覆盖了 出于好奇 他决定尝试一下这个意外的产物 结果 这种意外的组合 竟然出奇地美味 于是腊味香蕉奶昔就这样诞生了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腊味和甜味的结合 其实并不罕见 辣椒中的辣椒素 会刺激口腔中的痛绝受体 产生一种灼热感 而香蕉的甜味和奶昔的奶香 则可以中和这种灼热感 形成一种独特的味觉体验 这种味觉上的冲突与和谐 正是腊味香蕉奶昔的魅力所在 最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 腊味香蕉奶昔 这个听起来有点疯狂的创意 其实是现代影视文化中 一个有趣的缩影 它告诉我们 创新往往来自于意外 和勇于尝试 就像人生一样 有时候 我们需要一些腊味 来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所以 下次当你在咖啡馆 看到腊味香蕉奶昔时 不妨勇敢地点一杯 体验一下 这种奇妙的味觉之旅 毕竟 生活就是要不断尝试新事物 对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探险篇章 腊味苹果派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古老又新奇的主题 探险篇章 腊味苹果派 这个主题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 但请相信我 这背后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首先 让我们从苹果派的历史开始说起 苹果派 这个甜美的点心 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 当时的苹果派并不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样甜美 反而是用来保存水果的一种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苹果派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受欢迎的甜点 特别是在美国 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甚至有了美国如苹果派这样的说法 然而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不是普通的苹果派 而是腊味苹果派 这听起来像是厨房里的一场意外 但其实 它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意涵 腊味苹果派的灵感 可能来自于全球化的饮食文化交流 随着世界各地的香料和食材越来越容易获得 厨师们开始尝试将不同文化的元素融合在一起 创造出新的味觉体验 腊味苹果派的诞生 可以说是一场味觉的探险 想象一下 当你咬下一口苹果派 首先感受到的是苹果的甜美和肉桂的温暖 接着 一股微妙的腊味在你的舌尖上蔓延开来 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在一片熟悉的果园中 突然发现了一棵神秘的辣椒树 这种创新的料理 不仅仅是味觉上的挑战 更是对传统的颠覆和重塑 他提醒我们 食物不仅仅是用来填饱肚子的 它还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一种表达创意和个性的方式 有趣的是 腊味苹果派的出现 也引发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例如 有一位厨师在一次烹饪比赛中 意外地将辣椒粉撒进了苹果派的馅料中 当他发现这个错误时 已经来不及更改 只好硬着头皮 将这道创新的苹果派端上了评审桌 结果 评审们对这种意外的味道惊喜不已 这位厨师因此一举成名 所以 同学们 当我们在探讨腊味苹果派时 不仅仅是在谈论一种食物 更是在探讨文化的融合 创意的表达 以及意外的惊喜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生活中 也能够勇于尝试 敢于创新 或许你们也能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腊味苹果派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味觉巅峰 辣味葡萄果洞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 味觉巅峰 辣味葡萄果洞 这个话题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 但请相信我 这背后有着丰富的科学和文化内涵 首先 让我们从味觉的基本原理开始 人类的味觉主要分为五种 甜 酸 苦 咸 和鲜 辣味其实并不属于这五种基本味觉之一 而是一种痛觉 当我们吃辣的食物时 辣椒素 Capsaicin 会刺激口腔中的痛觉受体 这就是味噬膜 我们会感到辣的原因 那么 为什么有人会想到 把辣味和葡萄果洞结合在一起呢 这就要说到创意料理的世界了 现代料理中 厨师们经常会尝试 将看似不相容的味道结合在一起 以创造出新的味觉体验 辣味葡萄果冻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葡萄的甜味和辣椒的辣味相互碰撞 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味觉冲击 这种冲击感让人既惊讶又愉悦 有趣的是 这种创意料理并不是现代才有的 在古代 中国的宫廷料理中 就有很多奇特的搭配 例如 唐代的《施疗本草》中 记载了一种叫做浇密的食物 这是一种用胡椒和蜂蜜制成的甜辣调味品 这种调味品被认为具有开胃和促进消化的作用 再说回辣味葡萄果冻 这种创意料理其实也有其科学依据 研究表明 辣椒素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增加体内的热量消耗 而葡萄中富含的抗氧化剂 则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 所以 辣味葡萄果冻 不仅仅是一种味觉上的创新 还可能对健康有益 最后让我们来点幽默的结尾 如果你有机会品尝辣味葡萄果冻 记得准备好一杯牛奶 因为牛奶中的烙蛋白 可以有效地中和辣椒素 帮助你缓解口腔中的灼热感 当然 如果你是个辣味爱好者 那就尽情享受这种味觉巅峰吧 总结来说 辣味葡萄果冻 是一个结合了科学 历史和创意的有趣话题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味觉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激发你们去尝试更多新奇的味觉体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几道 既挑战味蕾又充满历史深度的甜点和饮品 从火焰之舞 辣味柠檬蛋白霜派到探险篇章 辣味苹果派 再到味觉巅峰 辣味葡萄果冻 每一道创意料理都带我们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味觉之旅 这些甜点和饮品 不仅仅是厨师灵感的结晶 还是文化 历史和科学的完美融合 通过这些创新的组合 我们不仅能够挑战自己的味蕾 更能感受到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 今天的分享 希望能激发大家对于创新料理的兴趣 让我们不仅在厨房里大展身手 也能在生活中勇于尝试新事物 体验更多的惊喜和乐趣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内容 如果你也对这些创新料理有什么想法 或者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非常期待和大家一起讨论 说不定我们还能一起创造出更多奇妙的料理呢 谢谢大家的收看 期待下次再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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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